28. 經濟日報 首由旺季到營購開拍自貫推新遊戲骨子結盟搶商機股價相對抗跌相關商品可留意 2015年7月9日權政C. 九州黑威台北報導今日主題暑假是遊戲股的旺季 特別是近年來手機遊戲當道,帶動手指經濟的發展 近期台股大跌,但遊戲族群因逢旺季題材,相關抗跌 投資人可利用金額小的權政參與行程 根據市場研究公司的預估,今年全球遊戲市場規模將達884億美元 年增8%主要動能來自手機遊戲,隨著暑假旺季到來 連大使自貫5478、骨子6180等遊戲股在近期的大盤跌勢中 相對抗跌,面對全球產業趨勢的變化 法人機構只在近期走訪公司後認為 自貫的通路業務雖以順利靠位手遊市場 但在開發、代理業務的進度則不如預期 因此,自貫重要的因應之度包括活化IP運用而經營第三方支付業務 其中,自貫擁有超過100款之名線上遊戲的IP 將更積極容易開發手機遊戲或授權給其他手機遊戲開發業者使用 將市中長線業績成長的動力之一 骨子方面,現階段策略為朝向行動網絡公司發展 重要動作有三 首先,入股落利 持股比重51% 落利市品牌網路營運服務商 主要業務為協助國際品牌業者在天貓等中國的電商網站上銷售商品 目前客戶多為美裝保養、生活消費的國際品牌業者 其次,骨子成立落點行動支付公司 以因應第三方支付相關法規立法完成所衍生的商機 結盟對象包括全家超商等 另外,與國內中藝節目製作人合作設立學潮 主要是經營網絡娛樂影音平台 骨子持股比重為55% 分析師指出,自觀受衛生遊戲陸續推出 如故第三季營收動能將轉長 不過,近期神摩之塔、都塔全奇等手機遊戲熱度降溫 如故將影響單季營收成長幅度 骨子方面,由於手機遊戲持續侵蝕線上遊戲市場 線上遊戲的同時上線人數等數據下滑趨勢明確 對骨子今年線上遊戲本業營運展望保守 不過,骨子積極透過併購、入股等動作轉型 包括入股樂利有助於提升業績 至於樂點行動支付公司、酷潮則仍在消淺階段 今年貢獻到還需要觀察